今天我們要來開箱這一台 是華碩的X560U 而且這一台是i7的處理器唷 那我們馬上來開箱它吧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這一台 是華碩的X560U 而且這一台是i7的處理器唷 那我們馬上來開箱它吧 裡面還有一個內箱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手提包 喔是背包 這邊還有一個背包 好了內箱拿出來了 然後來開箱它 喔看到藍綠色的編條了 這次的特點 就是很明顯 也有特色的 藍綠色的編條 也有識別性 然後配件的話有 這個滑鼠 然後有一些保護卡之類的 然後這邊應該是電壓器 有變壓器 變壓器延長線 好 好悲觀喔 從哪裡看呢 這邊 沒有拉鍊 可以放東西耶 這邊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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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著把壁邊放進去看看好了 咦 門剛好的 好 那我們先把壁這個放途邊 接下來我們要來測試X560U的重量 重量是 1945公克 接下來我們也打開這個配件 滑鼠 滑鼠的重量是 65公克 X560U的變壓器 是19V 4.74A 所以大概是90W的變壓器 壓力的重量是 264.5公克 264.5公克 壓力延長性的重量 94.5公克 接下來我們要來量X560的厚度 不含腳墊 不含腳墊 大約是 23.3... 23.35mm 23.35mm 螢幕邊框的厚度大約是 6.3mm 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啦 或許沒意外的話 也會和大家聊聊使用的心得和感想 我們不定期在YouTube抽獎 敬其期待 要請您按讚、訂閱、分享 來支持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 рад到那一位 能夠 es 用 s 但 那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